德云社烧饼的努力 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前段时间 烧饼大哭的视频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烧饼也亲自杂卦称 谁家还没个男士呢 回应了此事 近日烧饼又为钱发起了愁 一边是媳妇 一边是兄弟 两边都不能亏待了 8月4日 德云社烧饼发文 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境 但是看到烧饼的讲述之后 网友们可是乐坏了 纷纷开启了调侃模式 有的嘲笑烧饼 有的表示烧饼是个好丈夫 而有的却主动为烧饼支招 告诉他可以让副总 鸾云平提前发工资给自己 看到网友们的热评 估计烧饼也感受到了 大家对他的喜爱 烧饼发文称 突然发现七夕节要到了 竟然是在8月14号 为什么不是15号或者16号呢 不能等发工资了吗 看到烧饼这一年 差的疑问和感叹 有网友这么来了一句 已泄露了德云社的秘密 原来德云社是15号发工资 当然从这句话也看出了 烧饼是没有私房钱的 要不也不会在线诉库 表示七夕快到了 都没有钱给媳妇买礼物 看来烧饼的家教还是蛮严格的 这每次工资都交给妻子 罢了工资又如何 还不是一分钱没有 而且在天津录制德云社团宗的时候 烧饼就晒了你妻子的聊天记录 而这段聊天记录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的表示烧饼因为没有演出 家里已经没有太多的钱了 也有的表示烧饼家就烧饼一个人奋斗 烧饼宝宝太难了 正在大家热议的时候 烧饼又来了个喝多哭泣的事情 这也让不少网友为烧饼担心 也让很多粉丝表示 自己的猜测实锤了 要不烧饼为什么会难过的哭泣呢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烧饼这样子就是为了省钱 提前给妻子打个预防针 表示不是我不买 是因为德云社没有发工资 要怪就怪卵云瓶吧 看到烧饼这样子 王九龙评论道 还得花两分子的钱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那一天也是王九龙的生日 所以调皮的王九龙 便现在师兄这里打了预防针 你没钱可以 但是你不能忘了我的礼物 而烧饼也是很明白的 直接回复了一句 肯定是先嫂子 在兄弟 我要回家了 弟弟 看到烧饼这满满的求生欲 有网友这么来了一句 需要这么拼吗 饼哥 我给你捐一分 当然也有人信以为真的表示 烧饼是真的没钱了吗 其实这也是烧饼提醒大家的一种方式 就是为了告诉那些 有对象的粉丝 马上信息要到了 不要忘了给自己的对象买礼物 要不你可惹着事情了 你看饼哥都结婚多少年了 两个孩子都出生了 这不照样给你嫂子浪漫着 不照样一个节日不辣的过着 要不说烧饼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有责任心 这就是一种很不错的表现 再说了 大家都过阳节 遇到了咱们自己的七夕节 哪里有省掉的理由呢 所以烧饼都在这里提醒大家了 希望看到的人好好准备吧 毕竟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浪漫 再次烧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